耶稣又在心里悲瘫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一个洞穴 洞口有块石头堵住 把这块石头挪开 主啊 已经四天了 它肯定已经臭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 必定看见神的荣耀 如果你信 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向天 父王我感谢你 因为你垂听我 不 我知道你常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 三鹿 出来 他出来了 他 他的手脚都缠着布 脸上裹着筋 他就无法忘却 出来了 尸体 放开他 他有杀了他 是二鹿 他肯定摇到他 他就 就讲了他 哥哥 他们中间有些人去告诉法利赛人 耶稣所做的事 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会议 说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 我们若让他这样 那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 罗马人就会攻来夺取我们的圣地 除灭我们的民族 他们当中有一位 该亚法是那年做大祭司的 对他们说 你们是何等的愚昧 也不去想一想 一个人代替人民死 免得整个民族灭亡 这对你们来说是有益的 他说这话不是由于自己 而是因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 所以预言耶稣要替犹太民族死 不但替犹太民族死 也要把散居各地的神的儿女 招聚成为一品 从那天起 他们就想杀害耶稣 因此耶稣不再在犹太人中间公开活动 离开那里去附近的旷野 到了以法连城 就和门徒住在那里 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 有许多人在过节前 从各乡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那里洁净自己 要在那里洁净自己 他们到处寻找耶稣 站在圣殿里的时候 彼此说 你们认为怎样 他不会来过节吧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早已下了命 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 就要前来报告 好去逮捕他 一月节前六天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耶稣曾经使这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 为耶稣准备了筵席 马大在那里侍候 拉撒路也和一些人 与耶稣一同吃饭 马利亚拿了一斤 珍贵纯正的拿大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 耶稣的一个门徒 就是要出卖他的 家猎人犹大 说 为什么不把这香膏拿去卖了 他完全可以换三百银币 用这些钱 去周济穷人 他说这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怀穷人 而是因为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存的 有他吧 这香膏是他留下来 为我安葬用的 你们常常有穷人 跟你们在一起 却不常有我 有一大群犹太人 知道耶稣在那里 就都来了 然而他们不单是 为了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看 耶稣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拉萨路 于是祭司长 想把拉萨路也杀掉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 为了拉萨路的缘故 离开他们 信了耶稣